作词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太常感影片 请看第三章 善因善果 我们昨天说到推多取少 受欲不怨 受宠若惊 今天从这一句开始看 这三句话 就是佛门所提倡的 无贪 无亲 无痴 这个是世间的三善根 推多取少 是无贪 就是佛多的推扬给他人 自己只取少过一份 这方面无论是在财物 还是所有的这些物品 都应该存着这种推多取少的心 你还是一种厚度 心里面不会贪心 取自己应份所得的都尽量的少 而希望贡献给社会 贡献给大众的越多越好 古人说知足常乐 一个人他能够知足 无论去到哪里 在哪个环境下面 他都能够随遇于安 都能够快乐 心地都能够舒淡 绝对不会跟跟计教 凡是跟跟计教的人 要求取多推少的这种人 往往他的心里面 因为得失心很重 心理的负担压力很重 所以他往往是不快乐的 受欲不怨是指 如果受到别人的侮辱 心里面不可以起怨恨的念头 人家的侮辱 如果是事出有因 是真的因为我自己犯了过错 他侮辱我 我正可以改过自身 反而应该多谢他 感恩他指出我的错误 向我提升 如果我没有错 他是故意来挑选 来侮辱我 所以我既然是没有错 他再侮辱 其实也侮辱不了我 所以心里面依然是很坦然 怎会说有怨恨呢 你看看我们的师傅 在推多取少 受欲不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这个就是菩萨六道里面的 导师和忍辱 在过去我们师傅 他的生活是很困难的 在台中李律师那里学习 非常之勤奋 李律师很赞叹我们师傅 他在布施和忍辱这方面 可以做大家的榜样 真的布施到最后 所有的身外之物 都布施完了 33岁师傅就出家 投身于佛陀的多元文化的教育士 那别人侮辱他 他不放在心上 一开始讲经 讲得好 很多人执道他 就说法师啊 你不可以再讲了 就说我们师傅说 穿了讲经的相 这个师傅是在他金刚经里面 讲到布施忍辱这一片带里面 讲出来的 这片带我听了很多遍 有差不多整百遍 非常喜欢听这片带 我在以前美国留学的时候 每天就是重复听这一片带 九十分钟 听着非常之感动 师傅为了弘扬佛陀教育 这个同行的质道 一点都不放在心上 照样走自己的路 我们都知道师傅上人 三十年 这个护法的是韩馆长 他是九七年往生 今年呢 在澳洲靖中学院 三月份 这个月五号 我们举行了一次 韩馆长的 往生十周年的纪念法会 那韩馆长以前对师傅 都是很不客气的 成就师傅 我有一次 和吴千法师聊天 千师傅就跟我说 以前他在台北警尾图书馆的时候 上台讲经 结果呢 不知是师傅的哪一个弟子 这个和韩馆长 咬起来 韩馆长的时候 发脾气 师傅在上面讲经 他就叫你下来 下来 你的弟子不听话 就硬硬要师傅从台上走下来 他讲了一半 师傅就下来 下来之后呢 师傅就当着大众的面前 向韩馆长订礼 然后说 我教导无方 向韩馆长道歉 搞到那个弟子都好不好意思 从此改过 然后呢 师傅做完这个鼎礼之后呢 又上台 面不改色 继续讲他的经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师傅那种修养 达到怎样的程度 经得起磨练 所以我们师傅 离开台湾之后 曾经呢 写过一段话 感慨 人生啊 真是很多坑壳 宏法之路啊 亦都是非常之 曲折 但是呢 这些曲折 这些坑壳 往往是成就我们的 所以他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感激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志 感激欺骗你的人 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 感激鞭打你的人 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 感激欺骗你的人 因为他教导你自立 感激伴到你的人 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 感激斥责你的人 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位 所以用这一种心 对待身边的一切人 一切事一切物 上上坏着感恩之心 好事坏事 信景逆景 都是值得我们感恩的 都是成就我们的道业 所以我们师父 教导我们 活着感恩的世界里面 这个瑜伽 都提唱 人者无敌 真正仁慈的人 眼中无敌人 所以这个 就是充过受欲不怨 断自己的尘心 推多取少 断自己的贪心 下面这句 受宠若惊 这个是智慧 一个人得到了宠爱 得到了恩慈 应该以什么心态呢 好像很惊恐 戒甚恐惧 这种心 为什么呢 因为人 我们知道 不如以事 十常八九 这个好事都是多无 我们现在有这个福报 受别人的恩爱 宠爱 受领导宠爱 赏识 受朋友同学的喜爱 这个时候 要想想 自己能不能够担当这种宠爱 如果不能够担当 那往往 这个宠爱当中 后面会有和害来的 即使能够担当 我们都要谦卑谨慎 因为我们知道 当月亮结束的时候 他第二天就会亏损 当一盆水满的时候 他就会溢出来 所以人 千万不可以 因为小小的恩赐 和宠爱 就骄傲自门 这样 在福里面 常常 就隐藏着和基 所以 所以真正修道之人 对于 你的侮辱 和宠爱 他都不动心 受欲的时候 绝对不会怨恨 受宠的时候 绝对不会娇猛 你个古人 有一首对联写得好 看亭前 花开花落 荣欲不惊 望空中 云卷云书 去留无意 真正心里面坦然 去留 荣欲 都不可以动心 那我们师父 在前年 三月份的时候 离开了 早几年 离开新加坡 好有感慨 写了一幅对联 这幅对联 是教导我们 弟子 如何传心 这个对联 是这样写的 遇顺景 徐善缘 不弃贪痴 贪痴 福慧传言 遇逆境 除恶缘 不生亲恨 那便热仗尽少 这些非常值得 我们学习 禅宗大德说过 八花从中过 片叶都不沾身 一切的荣欲 顺景逆境 都如梦幻炮影 不可以去到心里面 根本不可以执着 好 请看下面一句 诗恩不求报 与人不追悔 这句话说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 对待别人有恩 不可以求别人的报答 你给予别人的恩德 亦都不可以后悔 这个就是教导我们 第一句是 布施应该有清净心 佛教导我们 布施做到三轮体空 即是 心里面不穿我布施的相 亦都不穿布施给哪个人的相 亦都不可以穿布施什么 这个相 这个叫做三轮体空 完全是不着上布施 这个《金刚经》里面教导我们 就是 菩萨是没有我相 没有人相 没有众生相 没有受者相 二行布施 所以他布施 完全是 就是 这个不会求报 不单止不求报 不单止不求报 连着布施的相 都没有 心里面 清清净 清净净 我们凡夫如何做起呢 入手处如何做呢 就应该是 布施的时候 不要看成我 我现在是私恩于人 有这个观念 那就着想 应该怎样呢 我帮助人 我私恩于人 这个是我应该做的 我本分 如果我不做 就不应该了 所以做我们本分的事情 怎可以说 以私恩而自居呢 更加不会 被人的事情 更后悔 那个着想就更加严重 要知道 如果被人着想 还要后悔 功德就没有了 即使有 都是有一小小的福德 功德 功德完全就没有了 什么是功德呢 功德是我们的界定位 是我们的清净心 所以当我们 被人的事情 还要后悔 还想拿回来 那还不如 不要普世 因为你给了人的事情 还要把人拿回来 反而和那个人 会结怨 他原先是感激你的 现在呢 反而会埋怨你 你看我们师父上人 一生 可以说是常行布施 三种布施举足 第一种是财布施 布施财物 第二种 布施法 第三种 布施无为 财布施 方面 你看看 他捐这些奖学金 这些国家 各个国家 各个宗教 只要有需要的 他一定解囊相助 好像天主教 我记得在新加坡的时候 想建立一个医院 师父就立刻 拿出几万元给他们 新加坡给 他们说医院建好了 还要一部救护车 师父又捐一部救护车 对印尼 他捐助很多 对国内 大陆 每一个省都有师父捐献的 大学的奖学金 法布施方面 更加不用说 一生五十年弘法 大量地印制 这些光碟 这些线书 流通 现在还有网络 卫星电视 通通是免费的 无谓布施 师父做过很多放生 劝人放生 劝人食宿 讲解佛法 要人家离开烦恼 这就是无谓布施 所以师父三种布施巨足 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徒步 更加不会后悔 做得很欢喜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 他觉得本来 本分要做的 出街人 狂起的是如来加业 以如来加业为自己的介义 以宏法利生为本分 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好 请看下面一句 所谓 所谓善人 人皆敬之 天道幼之 福禄随之 众邪远之 神灵慰之 所作必成 神仙可忌 这句话是一个总结 总结 所谓善人 就是刚才上面所讲的 善恩善果这一章里面讲到 这些种种的方面 做到的 这种人就是善人 那这种善人呢 他会怎样呢 人皆敬之 我们要知道 善人 人人 其实本性都是善的 那为什么说 有善人和不善人 那是分别呢 这个就是有烦恼和集气 真正要做一个原本的善人 无他 就是把烦恼集气 通通去除 回归到本性上面 那这种人呢 就叫做善人 善人的果报 是很殊胜的 第一个果报 是人皆敬之 人家见到他 都非常敬重 为什么敬重他呢 因为他是善人 这个 每一个人 我们刚才讲的 他的本性都是善的 即使他可能 自己没有做善事 甚至他可能是一个恶人 但是他的良心 他的本性 都是善的 所以当他见到善人的时候 他就自然会生起 恭敬之心 哪怕是一个恶人 做着恶业 当他见到一个善人 他能够暴思忍辱 他的心也会有所感动 这个就是良心发言 所以他都能够敬重善人 天道有之 这个是第二个果报 不单止人敬重他 连天都敬重他 要敬重他 一定是帮助他 幽就是保佑 所以我们想着 我们天天都想求神 求上天保佑 如何能够得到上天的保佑呢 自己做个善人就可以了 这个故人说 这个天很公道 他无私 他所亲近的 所保佑的 唯有是善人 所以我们真正诚心去做善 做个善人 就自然感动上天 鬼神上天都会保佑我们 那第三个果报呢 是福禄除之 福禄都是我们世间人所欺求的 那怎样而来呢 要知道 福禄是果报 他的恩就是做善业 众善恩就得善果 所以一个除之 是代表很自然的 好像影子跟着身体 自然而然就随着他走 所以很多人呢 他想找一个风水保地 或者在家居里面 去怎样改装 使得风水好 甚至有时看相 算命 希望得到福禄 要知道 一个家居风水 不是我们能够尋回来的 这个是可遇而不可求 什么人能够遇到风水好的保地 一定是善人 一定是他祖宗和自己职得的人 这样他才能够遇到好的风水保地 那下面第四个果报 是众邪远之 我们知道邪和正不能同时存在 那我们心静的时候 邪气自然就消除了 当我们心里面有邪思 那自然呢 正气就无了 那些邪气 那些邪魔鬼道 所以我们知道正直的神灵 他们都喜欢善人 而那些邪恶的鬼呢 往往是找那些人 都是找那些心里面有邪恶的人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邪恶的时候 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反省自己 是不是这一段时间心里面有邪思 邪知邪见 应该不可以去除 那要对着自己有邪恶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读经 用圣人的交辉 来对着自己的心恶 看看正不正确 第五个方面的 那一部是神灵为之 神灵的保卫力 这个神灵 他的态度 他的善恶的标准 和天地相应 所以呢 他一定会保佑那些道德修养高 有善德的人 那然后最后讲到 第六个方面 那一部是所作必成的 神仙可忌 神仙可忌 他这一生 可以说是心上事成 所做的事情 各样都能够成功 为什么呢 这个是感应 他真正 心善行善 语言 这种人 自然他就会 人人都会尊重 帮助他 上天又能够保佑他 当然他做事情 就容易成功 自己又有福报 所以世间 能够所作必成 那来世 神仙可忌 希望成仙 都可以办得到 道家的目标 是成仙 那学佛的人 不可以把先道 当成自己 最终目标 因为先道 其实还未出到六道轮回之外 难免都有生死轮回 只不过先道 他的寿命特别长 他有神通 他有福德 但是要知道 这个不究竟 所以真正 我们要怎么做呢 要希望做佛做菩萨 那我们现在学出正土法文 要知道 你一生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就可以达到 做佛 一生做佛 不单止神仙可忌 忌即是希望 真是成佛都可忌 可以成佛 那怎么做呢 我们一定要先做一个善人 这个就是静业三福里面所说的 第一福就是世间福 孝养父母 奉事思长 持心不杀 收拾善业 那这一条呢 可以说在太上感应篇里面 就作了详细的说明 真正能够达到 就是加上发起大菩提心 发愿求生正土 将来广度众生 那我们这一生 成佛完全有可能 你看看我们的师父上人 他可以说这一条 这个果佛他都得到了 我们师父可以说是真是一个大善人 那他能够得到什么呢 人家是净之 人人都尊敬他 去到哪里 全世界各地 几多的信徒 见到老法师 一定是合掌 或者是鞠躬 或者是鼎鼓 或者是鼎鼎 有些人 望见老法师 望了很多年 终于见到一面 都感动到 流下了热泪 天道又知 上天鬼神都保佑 这个我们知道 真正一个大修行人 职功累得的人 他就会有护法神保护 这个我记得以前 2001年的时候 2000年 一月份的时候 有一次因缘去到洛杉矶 在美国洛杉矶 当时我还在美国 德州大学教书 洛杉矶的正中学会会长 陈景昌 陈景昌 居士 和我说过一件事 他说 有一次 他门口有一棵很大的树 因为他经常阻止他车出门 所以决定拿一棵具 去据他那棵树 因为他那时又不太懂 所以据这棵树之前 有没有跟树打招呼 就这样据了 本来你要斩树之前 应该是提前七日去通知他 向他祈祷和他回向 希望他搬家 那些树神要搬家 然后你才可以斩树 那就不至于使得他家庭 因为树神的家庭在树上 你斩了它之后 他就无瓜可归了 他不懂 结果斩了这棵树之后 从那天开始 背部那里就生了很多炮枕 越生越大 长到最后好像一条树根一样 一条条树根一样生在拨着上面 痛到他马克不能睡觉 不可以背浸在床上 很痛苦 无论看什么医生 吃什么药都不见效 那最后呢 我们老法师有一次去洛杉矶 讲经 早年的时候 马克呢 就住在这位陈会长的家 陈会长来供养他 结果呢 住了一晚 第二天呢 他就觉得背好很多 慢慢慢慢呢 他的炮枕 就不治愈遇了 就好回了 所以他觉得很不可思 跟我们分享这一段感应 他就觉得说 师傅应该真的有乌法神 所以去到哪里 你看看 这里讲的 众邪远之 邪魔妖怪 都能够远离开 再来 再也不会找他了 这个福禄随之 我们知道 师傅你看看 现在真的是大福之人 他现在报寺 每年 报寺出去的 他老人家曾经讲过 都有几百万美金 包括印经书 流通这些法报等等 所以福禄随之 神灵为之 神灵为之 这些都是 我可以看到的 这是果报 那师傅做什么因呢 我们知道师傅 他今年 新年的时候 和我们开示里面讲到 他这一生 做三件事情 前面两件都已经圆满了 第一件 是联合宗教 团结 在新加坡 真正八九个宗教 团结成一家人一样 为世人证明 宗教是可以团结的 世界是可以构造和平的 第二件事呢 我们师傅呢 在楼江的家乡 建立这个文化教育中心 推广大智规的教育 德行教育 结果 西道 楼江院里面的 这个湯匙真 四万多个居民 都能够守礼 都懂道德 社会风气 又很明显的好转 所以师傅他证明 通过教育 人民是可以教得好 通过教育 是可以教得好 为什么呢 因为人之初性本是人 所以可以教得好 这两件事呢 都做完 联合国都知道 师傅的贡献 第三件事呢 师傅正在做 而且一生都在做 就是要把佛陀教育 发扬江大 真正使世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教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人才 因为孔子所说的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一个道 圣道要靠人去弘养 不是圣道弘养人 是人去弘养圣道 所以培养人才 是非常之重要 那现在师傅是希望 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发心 弘法利生 用十年的时间 来培养 像古人所说的 十年寒窗 一举而成名 这是师傅的目标 你看看 三庄大士 我们看到师傅 都是念念为了众生 念念为了这个社会 没有任何的思心 所以师傅说 可以说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善人 好 那我们请看下面一句 欲求天先者 当立一千三百先 欲求地先者 当立三百先 这句话就是 道家 他的目标是成先 先有地先和天先 当然天先就比地先更加殊性 那要做到天先呢 要做一千三百件善事才行 这个立即是做 即责 要积累一千三百件功德 那就可以成天先 当我们人能做到一千三百件善事的时候 心自然都会转成善事 做习惯了 那做地先呢 是要三百件 那大家 不要觉得 做地先 做三百件 那可能不是很容易 其实呢 三百件 如果你一天做一件善事 一年就可以做到 你天先一千三百件善事 一天做一件 你四年就可以做完 所以 真正想求先道的人 要知道 唯有断岳修善 断岳修善的方法 用了凡先生的方法最好 就很好 他是用一个善岳的小步 记录自己的善事 的数目 做一件善事 就记一记 记一个记号 做一件恶事呢 就要推除一件善事 所以这样你看到善事 积累到什么时候 可以积构三百件 那你就知道 你来世可以做地先 做天先呢 要一千三百件 那在法门里面 在能言经里面 就讲到六道众生里面就是一种先道 先道呢 它有十种 这里就不详细 跟大家来介绍 但是要知道 成先是不够劲的 因为成了先之后 它还未切悟自己的本心 还未回归自己的本性 要知道整个三界六道 乃至虚空法界 整个宇宙 都是我们一心所验出来 所以要懂得 我们做善事成先 并不是我们的人生目标 人生目标是要回归自成 那个据传 先人 他都要去学佛道 因为他明白先道也不够劲 比如说 那个吕洞斌 道家的圣人 女祖 他成了先之后 后来还要去学习金刚经 当他听见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这句话 他就大似大悟 跟六祖一样 六祖也是听见这句话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的目标 一定要定在 明心见诚 开悟成佛 那我们至少 就要定在求生极乐世界 这一生万一众 没有办法 明心见诚 不要紧 只要求生淨土 我们见到阿弥陀佛 一定可以开悟 而我们这一生如果有这个幸运能够开悟 也都是要求生淨土 为什么呢 你看看《华言经》里面的 文殊菩萨 普言菩萨 这些是大的等国菩萨 华言的经主 上手 他们都求生淨土 他要到世界去见阿弥陀佛 因为见到阿弥陀佛 成佛就快速 所以我们要知道 求生淨土 才是我们最大最重要的目标 我们要知道 这个积累的善行 关键是要用心 在道家就有这个例子 有一天 这个 一位先人 钟离 就对吕洞彬 传授 一个典铁成金的一种念单术 就说如果你 学了这种方法 就可以典铁成金 可以变出很多金银出来 可以救济世人 那吕洞彬就问钟离 他说 这些铁典铁成金之后 会不会还变回铁呢 那钟离就告诉他 这种技术 是 点了之后 它成了金 只能维持五百年 五百年之后 这个铁 这个铁 又会恢复回铁的面目 那吕洞彬就说 那岂不是是害了五百年之后的人 他拿了这些铁 就变成铁了 这些害人的事情 我不肯去行 你钟离听见就很赞叹 说你有这种真心 本来成仙要积累三千件功德 而你这一年就已经圆满了 所以你看看 吕洞彬一念之间 就圆满了三千件功德事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的善心很珍切 他念念是为三世十方众生 不是为现前众生 还想到五百年后 这些众生 所以他的心量广大 善心珍切 一念之间 就可以超越三千功德 所以佛门也有说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什么叫屠刀 就是我们的烦恼 集气妄想 障碍我们真心的 你把他一放下 那些是屠刀 你一定要放下 为什么说屠刀呢 因为他伤害我们 屠刀不是伤害别人 是伤害我自己 使我们自己 永远都在生死轮回 受苦受难 现在一放下 立地成佛 放下就是 所以 成佛是一念之间 更何况是成仙呢 所以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知道 最重要的就是 通过做善事 来 修自己的那种心 那种大慈大悲 那种真诚 清淨 平等的爱心 这上面 就跟大家介绍完 这个善恩善果 这一章 那这一章呢 介绍善恩和善果 他 是太上老君靠到我们 你这样去做 做这些善恩 必定得到善果 得到从人皆 敬之 到神仙可忌 这些善果 这些善果 那下面呢 这一章呢 是最长的 说的是 是恶恩恶报 这个恶恩恶报 这个恶恩 太上老君说的 非常多 一条一条 很详细地 和我们 罗列出来 虽然说很详细 但是每一条里面呢 都是简说 都是 说出一个 大概 如果说得深入 说得详细 这个要很大的篇幅 才可以说得完 那我们要知道 如何 来对照自己的心行 对照自己的念头 将这些恶恩 从念头上去除 那恶报呢 就自然 会消除 好 请看经文 狗画 非易而动 背里而行 这里第一句 这句呢 是讲的恶恩里面的 总说 一个功领 非易 这个狗就是如果 狗画 就是如果 什么呢 非易而动 如果是不符合道意的 去做 那就是非易而动 这种动 不单止是动作 不单止是身体的做作 还包括起心动念 如果起心动念 非道意的话 那就会有果报 这个背里而行 就是违背天理 也就是违背自己的良心 而去做事情 这个事情自然是恶事 所以 这句话是告诉我们 如果一个人 有不符合道意的 违背天理良心的 这些念头 这些事情 要快速去除 因为这些 违背了自己的本性 那他所得到的果报 一定是 惨烈的 一定是恶的 我记得到 我的一个亲戚 这个 从年轻的时候 就是心里面很多邪私 邪之邪见 对父母 一点都不孝顺 结婚之后 对他的妻子 也都是不忠良 不好 对自己的儿女 又没有负起 做父亲的责任 经常在外面 吃喝 赌博 甚至把很多家财 都变卖 来赌博 结果最后 忠烈 就死于疾病 我们知道 一个人 活在天地之间 一定是 有符合天地良心的人 才能够在你里面 旗立的 如果是做出不道意的事情 不负责任的事情 違背天理良心 那天也不能容许 它的存在 好 请看下面一句 下面一句开始 就是 详细地一条一条地说 如何非而移动 背利而行 以恶为能 忍作残害 这句话说的就是 以行恶 做恶 为能 认为自己做恶事还很厉害 很威 忍心去残害生命 残害人 残害动物 这些事情 真是叫做 霜天海利 我们要知道 人本性本善 如果 一个人 愚痴到 认为自己的做恶 还是一种能力的话 你说 他违背天理 违背到怎样一个程度呢 所以他逆着天而行的人 那当然 天就会收拾他 绝对不会对他孤食 那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社会 因为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 你看像我们香港 商业社会 伦理道德呢 人家说起来都觉得好笑 这个电视 广播 新闻媒体等等 都不会去报道那些 伦理道德 报道那些效忠 礼仪 这种事情 反而每天去报道那些 恶事 杀盗人亡 那些节目也是 使得人受这些教育 所以他不懂得什么是善 不懂得什么是恶 反而是认为 做恶是一件很威的事情 好似你说 那些黑道人 黑道中人 打劫人行 杀人放火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豪杰 甚至赌博的人 把全部家产 作为赌注 还认为自己很豪爽 宰杀动物的时候 拿着刀 连眼都不斩 残害生命 他认为自己很有技术 这些就是以恶为能 所以良心 都已经差不多喪尽了 这样的话 你说天对的报应 一定是非常悲惨 特别是动物 现在杀生很厉害 去到海鲜餐馆 你看看那些人 吃那些海鲜 各种花样来烹饪 我以前见到 那些鱼 煎的鱼 用猛火热油 煎的鱼 一会讯息之间煎好的 那些鱼 上到碟上面 端到桌面 那只嘴还在动 但是身上的肉 都已经熟了 然后吃的人 还欢欢喜喜 裂去棚牙 接着来夹这个肉 所以真是以恶为能 忍作残害 要知道所有的生命 都是天地间 生出来的 都有灵性 都有血气 与我是同体的 怎样可以为我 保我的口福 而去残害它呢 所以 为什么 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战争 这么多的天灾日和 这个原因 古大德就说 欲知世上都兵揭 但听夜半屠门声 你想知道 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战争 刀兵揭就是战争 马上你听下 屠宰牆的那些叫声 你就知道原因 残害生命 我们知道一定是得 疾病短受的果报 就算福报再打的人 都是顶不过的 更何况说 残害人的生命 你看我们都知道 第二次世界弹战 这个罪灰禍战 是德国的法西斯 纳粹党头目 阿道夫·希特勒 这位希特勒 和他的纳粹党徒 发动了这一次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 千百万的人口 就死在他的手上 而且他还用一种集中型 来专门屠杀这些犹太人 要将犹太人种族灭绝 用一些很残酷的 慘无人道的那些方法 来折磨 那些人折磨死 结果我们知道1945年 4月份 苏联反击 结果德军打败 一直反攻到德国的首都白林 在白林 这位杀人的悔之手 希特勒 直到全面崩溃 所有的这些 这些军队 都不能够再反击了 最后他 就在自己的 这个房间里面 用手枪自杀 要他的情婦也都自尊 最后 当德国投降之后 苏联军队在他的官府那里 废墟里面找出来 这个尸体已经是 差不多销毁了 还有一些残骸 捉出来 认出这个是希特勒 所以 希日的那种英雄豪盖 他今天就死在自己的手枪子弹上面 要知道这个是花布 来世的果布 一定是阿比迪玉 那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暂时休息五分钟 多谢大家 好久不见 我会想到你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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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